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后侧 转动 提气至胸前 大腿与小腿自地 然后身体前倾 右腿向后正向 登桌 请再看一次 后蹬腿技术 在散打的反手反击过程当中 应用非常多 后腿的技术 它的力点主要在于脚心和脚跟 主要用来攻击对方的腹部 下面 请再看一次 可蹭的同时 转身要快 提气 后蹬 要迅速 打完以后 可以反架战力 也可以正架战力 这是反架 这是正架 心作还以成为反手姿势 注意 在转身 后蹬腿的技术当中 一定要注意 攻击方向一定要准确 那么方向有什么来控制 一 由转体以后 你的视线来控制 看准对方 在什么位置 第二 转头的同时 左肩的膝盖 正前方 应该是背向攻击方向 右腿的 靠近 靠近 左腿膝盖 向正后方 直线踹出 背向以后 左腿的膝盖 背向攻击方向 右腿提气 靠近 左膝盖 正向 背后 直线踹出 散打的 后蹬腿技术 我们主要以 转身 后蹬腿技术为主 散打的 后蹬腿技术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再次 谢谢大家